各位,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快樂,2023年 其實除了希望大家開心過一年之外,都沒有什麼可以祝可 但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的,其實很多時候是人本身的態度 這個情況就可以用永遠這個詞 我們在人生中永遠都有起跌,永遠都有順流逆流的 但是你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開心不開心 當然有時候實際上是很難的 但是也看到很多人做得到,所以我覺得這個 起碼沒有害的 多喝有益,雖然沒有什麼大用處 但是起碼都是溫和和正氣的 大家開開心心去做每一件事 改變你的態度 好了,就說過一些閒話 我這陣子也是在集中思考一個具體的問題 這個具體的問題就是法國大革命 不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本身在200多年前的重要性 而是和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 笑話說在六十年代尾 有一些西方的外交史節 訪問這個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 看到中共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問他,就是說你這個 周總理在法國、德國留學 對外界的東西這麼了解 那你怎麼看法國革命呢? 其實這件事證明是真事 有很多關於周恩來的傳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沒有的 周恩來和克魯曉夫大家對話 克魯曉夫說你出生在地主家庭 我就是無產階級出生的 或者勞動人民出生的 將來很有智慧地和克魯曉夫說 不過我們兩個都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階級 這個對談未必有的 有一個好像有的就是 尼克遜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就帶了當時的國務卿羅傑斯 羅傑斯很快就被人踢走了 因為基辛格搶了飯碗 那羅傑斯就問周恩來 中國有沒有妓女 那將來就有 在台灣那邊 那這些就好像中國古代 戰國策那些口舌便級 那這些呢 有些真有些假就不理他 周恩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這個沒有懷疑的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不是好事 這個也沒有懷疑的 我想說 當西方人士問他 他怎麼看法國革命呢 他就說 too early to tell 現在太早了 那個人整個彈起 1789年 攻打巴士的獄 到現在 1969年 他當他是 喂 那時候也沒有 200 200年未夠 但是差不多200年 還說too early to tell 你真的很有深度的智慧 驚為天人 其實這個 據說是一個誤會 來的 將來不是說是一個蠢人 但是他理解錯了 他以為 1968年的巴黎學運 那你剛剛發生的事情 六八六九年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去演繹 這個外交辭令 這樣回答是很對的 但是很多人 就由這個想起 就不要講將來了 這些都是共產黨裡面 都沒有一個好人 我們以前被他的化妝術 蒙騙了 這些是一些很幼稚的年代 不要講將來 將來其實就是 我以前在節目講過 所以我現在不用講 我就說 其實 對於一個法國大革命的看法 我們不要講巴黎學運 法國大革命 1789年 是吧 攻打巴士的獄 然後同年的十月 去梵爾塞公 挾持法國的路易十六 將他捉了 然後 軟禁在 巴黎 名義上是法國的皇帝 實質上 國民議會奪了權 然後施行一些新政 這就叫做法國大革命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種 我上次節目講過 去年 一個特別加開節目 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 一個石禮試紙 Litmus Test 就是你看看他的宣定 選擇 很多時候你問人 怎麼看一件事 你就知道那人有什麼 了 比如我問你 你怎麼看拜登這個政府 你怎麼看 南西佩洛斯 Nancy Pelosi 你問這些問題 就知道你的同路人有什麼 了 如果你問完之後 他回答的答案是那邊的呢 他又說這個混蛋 大家 免得吵架 我又改變不了你 是吧 你又說自己是黃絲 又反共 又這樣那樣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算了 我就原諒你 無知 免得 省一口氣亂吐 現在已經是 不想跟他們爭 是吧 天天在幻想著 美國民主黨的政府 如何救我們 是吧 台灣 十個人 有八個都是那邊的 好了 那這些就是 你怎麼看拜登政府 或者你怎麼看川普 是吧 你怎麼看2020年的大選 這些全部都是Litmus Test 問完之後 你就覺得 跟著也不用說話 就是如果你不去虛心 去改變 或者去思考 去分析 而是你有個結論 一早就出來了 那我就跟你說什麼 是吧 不要浪費氣 OK 我們時間無多 青春有限 好了 那這個法國大革命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史金石 我呢 都是跟一般人一樣 是吧 我是個普通人 那你說自由、平等、博愛 那時候那些先生教歷史 是吧 或者你聽那些朋友聊天 有些對歷史文化有興趣 對西方文化有興趣 哇 自由、平等、博愛 三級議會 是吧 貴族 教士 和平民 那當然是平民大了 是吧 還不用說 是吧 你不公平 是吧 你那個法國路易十四 他說浸積國家 我就是 這個 就是 王權神授 當然不對 是吧 好了 當你 慢慢看清楚 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那個覺悟 就是說 他講什麼 其實真的不重要 自由、平等、博愛 是吧 就是 世界和平 誰不懂得說 說而已 那你實質上 就是說 其實我很早已經覺得有問題 不過很多人就幫我在這裏兜 就是 怎麼兜呢 他就說 我們經過這些陣痛 我們天章降大任於私人也 就是 你要經過梅花香自苦寒來 是吧 就是白癮成金 你經過歷練 有些是對的 比如說 你 玩空手道打到 起枕的 你那個過程 是吧 很辛苦的 但是 你如果玩空手道打到枕都OK 但是你如果說 斬手斬腳 然後才練到絕世武功 那你就是 就是 你是違反了邏輯 所以 這些恐怖時代 我都有一個問號 Ring of Terror 哇 個個想斷頭台 那就是沒有理由的 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是不是 就是一個Danton 一個Marat 和一個Rubes-Pierre 但是那三個都是同一個黨的嗎 為什麼你會殺光所有人 就是Marat 就是被人殺的 但是為什麼他會殺Danton 然後殺完之後 所有曾經參加過革命的都被他殺光了 那你問 為什麼我們會經過這件事呢 那麼 後來年輕的時候 就接受了這個馬克思主言 即是很短時間 曾經接受過 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現在要說 就是我最尊敬的李怡先生 他是 就是盜我升仙 就是我那時候看 這個 七十年代雜誌 哇 這個資本豬爛爛了 西方沉淪 是不是 那時候 還沒打到四人幫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現在很多人都在 哇 就是 就是 你看到人類的希望 是不是 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好像很有道理 是不是 這個文革的新生事物 是不是 就是將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無產階級專政都是這樣 就是又紅又專 幾好 赤腳醫生 什麼都好 就是說 如果你只看宣傳 只看他說的話 他什麼都好 但是你實質上的事情 你知道了之後 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 坎頭埋牆 就是自暴自棄 就是好像那時候的看破紅塵 大陸的人 還有香港的國粹派 自從打倒四人幫之後 然後再出現一些 新的變化 沒有辦法適應 就 有兩種做法 一種 遠離塵西 是不是 另一種就是 擁抱那個極權 就是擁抱極權之後 譬如說那些馮少波 搞經濟日報之後 或者這個梁錦松 呢 就做了美資銀行 但是裡面呢 總之現在呢 我們不是這麼多 我們以前做的國稅派 我們跟他有關係的 所以就 埋堆 中共 一直埋伏到現在,其實都變成了避難 不要講那麼多長篇大論,總的來說 如果你不是那麼執著自己的情緒 你可以抽離的話,你要想一下 究竟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哪裡 現在我其實沒有什麼答案 但我當時也說過,我在中大讀 副修是經濟的 那時候,芝加哥學派在中大都是天時地利的 因為黃于漸教授是從芝加哥回來的 我們一群人都覺得Milton Friedman很有道理 但你看下去,Milton Friedman說的話真的很有道理 到現在我也覺得是 由Milton Friedman開始 你可以稱為新古典主義,或者貨幣理論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對香港 他可以說Milton Friedman是拆香港的鞋子 他說香港的全世界這麼多的經濟模式 運作得最好的就是因為 用了他覺得對的方法去做 其實到現在也很有道理 香港的成功呢 其實是和制度和文化和政府的克制 那種政府的克制 他不是說真的放任 但是刻意是謹小微慎 用一種比較小心翼翼的態度 以及盡量減少政府的角色 在沒有必要的時候就減少政府的角色 這個思維 是一個完全開放的教育水平高的 一個不同文化交流的香港 這就是成功的秘笈 然後我們要想一個政治問題 我講過了 海耶克、費利文 以及波帕 這三個人 他們之間有一個很緊密的 那種知識分子的互相尊重 以及互相傾吐的那種同盟 所以你看到這個共產主義瓦解 你看這個通往奴役之路 我認為這本書是全世界人都要看的 你不需要同意他每一句說話 所以從費利文去到海耶克 去到波帕 你發覺這三個人雖然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共同點 這些就是二十世紀裡面最大的 一種真正的亮光 就是我們用一個踏實的 是有經濟實質基礎的一種論述 去駁斥社會主義 集體主義 和共產主義 我們要捍衛我們真正的自由 那到這裏 有個問題出現了 這個問題是這幾天出現的 我首先要道歉 我認為這本《自由的結構》 我認為這個《constitution of liberty》 這個《constitution》不應該用憲法的 我認為翻譯出現很多問題 引起我們的誤解 其實這個一邊是《constitution》 是解憲法 另一邊就是那個構成 其實在西方的政治文化的學術層面裡面 它這個是一個漸進的一個光譜 它有時候完全是講憲法 因為它講那些文字上的《constitution》 它有什麼時候頒佈一個什麼憲法 包括什麼公民權利等等 但有時候它就講一些東西 是一種憲政的概念 但這個憲政概念去到基本上 就是講那個組成的結構 就是那個內容是什麼 這本書《constitution of liberty》 其實是用了他畢生的功力去寫的 可耶克 但這本書裡面呢 比這個通往奴役知道 是更加不好 就是比較枯燥 我要道歉的事情 就是我說他沒有怎麼說過Edmond Berg 我是錯的 他真的用了 你看回那個index 總之我自己搞錯了這個混亂 因為心急 可能準備得比較粗疏 這個是very sorry 其實Edmond Berg這個人的名字 在這本書裡面 是出現過很多次 但是 關於法國大革命 只是出現過幾乎只是一次 根據那個index說 其實是兩次 而呢 法國大革命和Edmond Berg 是沒有放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Edmond Berg 當這個海耶克攻擊這個 或者批判這個 這個當時 即是20世紀初 去到20世紀中 的當時的政治上 自稱保守主義的 那些政治派別呢 即是他批判這些事情 他是完全沒有牽連這個Edmond Berg 即是好像是一個 as a matter of fact 即是Edmond Berg呢 就是和他一樣 是由揮甲黨那裡的 自由主義的精神 是一脈相承 即是說如果你黨 這個金融小說裡面 華山派有劍中和戲中 如果他是封清洋 他就是劍中 那他當然覺得是對的 我們當這個 海耶克是封清洋 他就是劍中 他就覺得 這個 Berg 就是劍中裡面的 其中的大宗師 是百分之百無疑問的 即是Lot Acton 英國首相Glaston 和馬卡尼 和Edmond Berg 整群都是揮甲黨 整群都是自由主義 整群都是反對保守主義的 即是保守主義的對面 和我海耶克 都是屬於劍中的 即是 這樣就變成一筆大禍 就沒有再說下去 但是 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要追溯 這個保守主義的政治思想的源頭 你沒有法指不是Edmond Berg 即是說 究竟誰是劍中 誰是戲中 是不是 這樣就搞到混亂了 但是 還有一件事 Edmond Berg 即是等於一個什麼人 即是說 他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 Edmond Berg 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 就等於 Beyond 和 這個 天空海闊的關係 甚至超越了 即是等於 托爾斯泰和戰爭和和平的關係 就差不多了 即是說 如果沒有這本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這本1790年出版的書籍 伯克在現代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 即是說 這本書是 Created by him And Edmond Berg was created by this Writing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即是兩件事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你可以說 我們現在說這個 托爾斯泰 我們不斷評論他的 文學 思想 但是你沒有戰爭和和平的 完全一個字都不提戰爭和和平的 那麼這個托爾斯泰又是什麼來的呢 即是說 Edmond Berg 其實他寫過多少本書呢 其實主要來說就是兩本 有其他的Writing 但是那些不是書來的 他不是好像迪根斯那樣 有這麼大堆的書 即是他主要是一個政治家 思想家 他是真正在做在國會裏面 做在國會裏面 他一生實踐的政治 他是做了譬如說 譬如說彈劾Hastings 這個東印度公司 支持美國革命 批評這個 實際上是推動 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的權益 以及推動中央政府 我們可以說 倫敦國會 對愛爾蘭問題的公義處理 這些東西用盡他的心血 他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 而是一個國會的議員 不是一個革命家 革命家是另一種人 所以他是反對革命的 但是他一直以來 所追求的東西 就是 在憲制之下的 自由和公義 這件事就是由他的信仰去 驅使他做這件事 但是什麼叫信仰呢 他本身 就可以說是一個新教的教徒 我們可以叫他做 英國的國教 但是英國的國教 其實是分了去愛爾蘭 就是Anglican Church 只是說英格蘭 但是分了去愛爾蘭 和蘇格蘭 他的名字就變了 但是他們的教義 其實是介乎這個 我不是說宗教的 今天 介乎這個 舊教 和那些 福音教派 或者那些叫做 Non-conformist Decenters 中間 就是清教徒 他和清教徒 有很大的矛盾 衝突 和分歧 但是他們 很鮮明地 由亨利第八 開始 和羅馬教廷切割 這就造成 英國的百多年的宗教戰爭 帶來很大的破壞 而 Burke 他本身是屬於新教 屬於建制 但是他的母親和太太 都是地地道道的 愛爾蘭的羅馬天主教教徒 所以他的信仰 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基督精神 即是 他本書有說的 即是我不需要說這麼多說話 但是 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宗教思想 這個所謂 Burkean的宗教思想 我覺得我們可以開一集去討論 就是說 他不會說 比如說 科學和宗教的矛盾 上帝有沒有真實的存在 又不會做這些形而上學的思辨 他就一看下去 其實他和達爾文一樣 他是說人的本質 人的生物性那裡開始 他說人的本質 人的本能 人的生物性 他就是 人的constitution 他就是有信仰的 就是要崇拜的 就是有一個宗教的情懷 所以你無論你怎樣去 將他拆爛他 你說自己是無神論者 打爛了整個宗教的秩序 粉碎了這個基督教 他就會拜別的東西 而那些別的東西是一些 比較恐怖很多的迷信 但是他認為 我覺得他對西方東方的文明未必很了解 他沒有縮本華這麼清晰 或者這麼深入的研究 比如說佛學 印度的哲學 但是他就說 有很多古文明 比如說羅馬希臘 埃及 巴比倫 東方 他們有不同的信仰 因為人本身是要有一個宗教的情懷 但是基督精神在西方裡面 他所做出來的那種 就是那種的亮光 是超越了頭以上的東西 那這個就等於前幕 就倒轉了 前幕就說 我同意這個 比如說伊斯蘭 穆罕默德 這個猶太教 這個基督教 各個都有 各有千秋 但是這些呢 就是屬於外在的一種的 建立一種信仰 就是要有一個個人的神的神的神 但是我們儒家的精神 或者中國傳統的思想 是可以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仍然有些信仰 就是說呢 前幕就說 我那個傳統 就比你的傳統 但是Berg就說 我這個基督精神 是所有人類裡面最好的東西 但是他是用一個無實的態度 用自己本位去看 他不是說 這個上帝可以證實存在 這個神創造天地 用六日做萬物 什麼什麼蜜蜜 阿當夏娃阿羅阿方舟 他不會跟你說這些 因為當時已經是 Way past啟蒙 然後去了 一個工業革命的初期 所以他的好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Adam Smith 是吧 講這個 Welf of Nations 就是說 那個已經去到英國 去到一個 這樣的 即是 接近現代思想的 進入了一個 急速工業化的 一個這樣的 情況呢 就是說 那種對自然 和科學知識的 那個了解 已經去到很 即是很後期 你不會這麼幼稚 去相信一些 無稽的古代傳說 但是 他認為 這個是基督的 信仰呢 所以我覺得 他這種 即是 他這種想法 其實就 反映出 我們有一個 正確的方法 去對待 宗教 和科學之間的矛盾 不需要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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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對方 而是 出現一些 仇恨和 破壞 互相毀滅 是吧 我們看到 我本書 最新的這本書 所說的 就是 很明顯 由這個 尼采 就是 用一個 瘋子 說出來 是吧 上帝已死 還有我們看到 達爾文的進化論 去到 當時的 那些 黑衰黎 那些人 就是 很不幸地 中國在晚清的知識分子 很多尋求新知識 就陷入了這件事 就是說 這個科學與民主的整件事 怎麼出來呢 就是 所有的傳統全部打爛它 所有的 上帝 這些都是 等於 馬克思所說的人民的鴉片 我們要 基於科學 就不可以有信仰 但是 Berg 他只是早幾十年 差不多百年 都不夠 但是他的想法 就是 我看到這麼多科學上的發展 我們看到這麼多理性的追求 但是 人本身的 天然 Nature 就是要有這個 宗教的情懷 要需要有這種信仰 要需要有一些非理性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質 這個其實和錢穆所說的 是不謀而合 這個其實我認為 Berkeon的思想 基本上就是西方 和儒家的一個最大的共通點 我們很多人見到的名字 污名化 什麼 《線莊書扔落史坑》 這個 《舊禮教》 其實他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他有沒有看過 這個真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論語》 《孟子》 這些所謂四書五經 全部《線莊書》 全部都扔掉了 這些譬如說 《禮記》 《大學中庸》 這些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你怎麼去批評 其實 裡面有很多的想法 其實是無限的 其實我們看到 當你看完 前幕怎麼講中國的思想史 然後你發覺前幕 原來對西方的文明 非常有深刻的了解 即是他將這個 William James的人生追求的三層次 去擺入儒家的精神 擺入天人合一 完全是無逢接合的 這些事情 其實跟Berg所說的一模一樣 但是海耶克的問題就是 我們後來的學者都說 海耶克對這個自由 市場功能 或者政府的角色 法治這些問題 整個政治論述的一套理論架構 和Edmond Berg 是基本上是重疊的 是完全一樣的 而他本身也說 這個Edmond Berg 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大師 就是大家都是劍宗 這個就是封清洋 但是 而他 對法國大革命 是完全 和Berg 是完全沒有 整本書那麼厚 即是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沒有把這個法國大革命 和Berg 是放在一起 就是說 他說托爾斯泰 不說戰爭與和平 這個呢 就是我所說的 究竟這個是一個灰犀牛 還是一個 是 房間裡面的大將 或者是一個國王的新衣 就不同的人 可能他有不同的心態 我認為 他有點像 Eric Hofs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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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ric Hofsbond 是一個好人 歷史學家 也是一個 很有智慧 博覽群書 是一個很受人尊敬的學者 但是因為他本身至死不如 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他在講這個 二十世紀的政治運動裡面 他對蘇聯那幾十年 對世界造成的破壞 他基本上是視而不見 整本書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他對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瓦解 究竟和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有 那個基礎的缺陷 他完全是不說的 就是說 海耶克 因為他對這個保守主義 是有很大的偏見或者誤解 所以他明明看到 Edmund Berg是保守主義的開山祖師 他就把Edmund Berg放在自由主義的陣營裡面 然後對法國大革命的東西 在整本《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裡面 只是提過一次 他也沒有贊成法國大革命 但是他不看到法國大革命的問題在哪裡 法國大革命的問題 就是說你只能夠兩者選擇一個 如果你認為法國大革命在人類歷史上 是公大於過的 如果你是認為這樣 我們意見自有 你就一定會反對Edmund Berg 如果你認為Edmund Berg是主要的自由 不要管什麼派 總之是政治學說裡面的正面形象的大宗師 如果你同意他甚至是你的祖師 那你就沒有可能贊成法國大革命 你也沒有可能用這樣的角度去批判保守主義 我發覺那些實際上 稱自己做保守的政治家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和Edmund Berg所說的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海耶克所攻擊的或者批判的那些保守主義者 他們和那些社會主義者勾結 就是做一些大政府的 擴張政府的權力 大政府是剝奪公民的權力 如果你看看Edmund Berg 他沒有這麼說過 還有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的保守主義的實踐性的政治家 那個叫做 Margaret Thatcher 他拿出來的那本書就是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要捍衛的就是 他是從一個小的生意人 雜貨店的老闆的女兒 從這個英國中產階層 這些不是貴族 不是大財團 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他認為政府是要縮減 他認為應該要鼓勵一些人去創業 他認為是應該要尊重個人的權力 如果你說二十世紀的主要的保守派的政治家 其實呢 就不是那些 就是右派的大政府的 擴張政府的權力的 和這個社會主義的那些 派系勾結的那種人 就是說如果這樣說 就是說我現在做了一間 就是起了一個字頭 就是起了一個朵 那你裡面有些良友不齊 有些敗壞你這個 這個派別的明星的人 你不可以攻擊那些人 就反對了上面那塊東西的嘛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真的不要這麼執著 在這個名字那裡 然後就說 其實海耶克是和 艾文伯克 他的同大過二 他唯一的差別 根據現在的學者分析 就是海耶克本身不是一個 基督徒 也都不相信宗教有這麼大的功能 但是海耶克說得很清楚 他們這一派的自由主義 是不會和宗教有矛盾 不會和任何信仰有矛盾 就是不是那些很militant的 很 很 很進取的 反宗教的 無神主義論者 其實那些所有的反宗教的無神主義論者 他們自稱是四騎士 例如好像 已經離開了十幾年的Christopher Hitchens 寫過一本 這個 God is not great 還有那位英國的生物學家 Richard Dawkins 寫過God Delusion 他們很積極地帶一個運動 是要剷除人類社會的宗教 當然他們不是用一些政治行為 但是他們用他的學說 去組織 去做一個activist 是要和宗教對抗的 但是如果Edmond Berg的說法 就是 事實上你是沒有法子 消滅這個宗教 我今天講到超了事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 海耶克的問題 就是 他 沒有法子正面對待 這個灰犀牛 或者 這個 防宗的大將 而是他心目中 有一個 成立了的 一個 勞不可破的觀念的時候 他所有東西都 進入自己的思維裏 而 Berg可以做到 是一種 以無口有間 差不多 是一種 即是說 我本身是愛爾蘭人 但是我其實也是一個英格蘭人 是吧 他都沒有這個分界 然後他看 就是說 我覺得基督教 是有他的貢獻 但是 我不是說 因為他是羅馬天主教 我們要仇恨他 他沒有這種想法 然後他實際上 看具體的情況 基督教在西方社會 帶來什麼的作用 其實 講到尾 就是說 當然 Berg和 海耶克 都是 在西方思想的歷史裡面 應該是同一個 同一個派系 同一個思想的淵源 一脈相成 但是 後來的人 就未必一定 是超越到前人 所以 我們繼續努力 就是說 我們要看清楚 為什麼法國大革命 會產生這種思想 還有這種思想 我們要在實際上 如何和他們對抗 看到這種毒害 這就是我的見解 我講完這幾句 就是今天時間已經過了 就是說 其實 我們不要輕視這個極權主義 在中國 對人類造成的破壞 但是 如果我們找不到這個病毒的源頭 我們是沒有法子對症下藥的 雖然他已經變化過很多次 俄羅斯有他自己的國情 這個 這個 在革命之前的中國 有中國的國情 但是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其實是來自啟蒙時期 和法國大革命的實踐 這個就是病毒的 演變的過程 所以你一定要把整個 整個 整個 演變 整個病毒 變種的歷史 理順它的 源頭 你才可以看到 為什麼在俄國會這樣 在中國會這樣 然後 我們怎樣去應付這件事情 如果一句說完 我們要找回原本中國文化的傳統 我不是一定要中國人的 我們要找回原本中國文化的傳統 然後 將中國共產黨 在文化上 在思想上 在政治實踐上 將它完全和中國原本的文化 剝離 這樣 它是一定會滅亡的 我可以百分之百保證 它一定會滅亡的 但是 如果你將中共 拌入本土幾千年的文化 看不到 真正的思想 在西方的來源 你沒有法子 認識到法國大革命 和Berg 為什麼要反對法國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其實你是沒有法子 對抗中共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好 請